如何用数字技术搭建本土化的可持续发展量化评估体系 要尽最大努力快速地借助科技力量 依靠它另类数据行为数据去精准评估 政府如何搭台引导清洁能源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龙行天下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 绿色金融在绿色低碳经济发展中 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而在构建绿色金融的发展体系中 科技创新是推动金融业更好的服务产业的重要手段 随着绿色金融业务不断发展 金融科技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应用 正逐步延伸到ESG投资 碳交易 绿色消费等业务场景 让科技以更普惠包容的方式来造福社会 需要企业践行科技向善理念 也需要政府搭桥铺路 积极引导和推动 而在可持续投资领域 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和云储存 以及区块链等数字科技的应用 不仅让理念上的毅力并局 有了切实具体的量化工具和评价标准 也把可持续发展和主流金融体系真正联系在了一起 共建ESG和双碳事件的新生态 目前国内的一些监管机构 它对于这个信息披露的要求越发的一些严格 那基本上像是互生交易所 它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披露的一些要求 或者是建议 那些像港交所的话 它的整个披露的要求会更加的严格 目前是强制性去披露一些ESG方面的一些信息 ESG 据环境 社会和治理 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 是一种关注环境 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的评价体系 当前ESG更多地被业界视为一种投资理念 ESG信息披露也成为资本市场 衡量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的重要指标 如果你的一项投资 你会关注它对环境的影响 对于这个社区 对于劳工 还有各个立项官方的这个利益的影响 包括贫困 扶贫等等这些的影响 那么你对内你很重视你的公司治理 事实上这就是一个高质量的一个企业了 所以这是从投资者的角度 那么反过来从背头的角度来讲 它就要知道如果我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投资者 我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在那个投入的时候 其实我就要也要考虑这个ESG 近年来 越来越多政策制定者 开始以强制性手段要求企业 特别是上市公司披露ESG信息 同时 对于ESG信息披露的规定 也逐步从鼓励引导走向半强制和强制 目前的话就是国内大多数去做 这个ESG信息披露的企业 他们主要采取都是一个传统的一个 交由给咨询公司去进行外包的 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模式 但是的话这个会产生一些 比较大的一些问题 就比如说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对中正800这个上市公司的分析发现 披露碳排放数据的只占17.8% 所以这个比例是很低的 由生态环境部发布 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的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 重点排放单位编制的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应当定期公开 接受社会监督 其中重点企业碳排放的信息披露 被高频提及 但当前企业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披露程度 明显滞后于政府信息公开程度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披露 仍处于初级阶段 信息披露一直是很重要 而且发展得很快 我们的看法是未来资本市场 会有越来越多的参与者 会关注上市公司发布的 这一类的CSI报告和ESG报告 它跟传统的一个咨询服务 是不同的一点是 它是把这个自主权交给了企业 去自己 让企业去自主进行一些披露 那一方面的话 可以帮助企业在它自己的内部 去建立起它自身的一套 信息披露的这样子的一个管理体系 那同时的话 它通过这样的一个线上化的流程 也帮助企业去建立起了 它自己的一个ESG 以及社会责任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和数据库 2004年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 首次正式提出ESG的概念 两年之后 联合国支持的负责任投资原则发布 致力于推动各大投资机构 在决策过程中纳入ESG原则 而中国的ESG投资起步较晚 与之相关的体系和平台 仍处于构建阶段 比如说在美国 这个有一个机构叫SASB 叫可区报告标准委员会 它更多的是站在投资的角度 去给上市公司提供 这个报告的一些建议的标准 我们也知道港交所 出了一个新的平台叫State 是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的 ESG相关的项目的一个信息平台 那么港交所之所以这样做 也是希望全世界的 对绿色投资 可持续投资有兴趣的投资者 都能够到这个平台上来看看 有什么项目可以投 有什么机会 投资机会 我们如果是看现存的一些工具 MICI 然后道琼斯 SS等评价的体系的话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些指标 它其实是非常不适合 在中国去使用的 因为ESG它毕竟是一个舶来品 你怎么借鉴它还是西方理念 有很大程度上的在里面的 我觉得中国能够积极参与介入的 这样的一个合作体系 它是怎么样把它下沉到 可执行的范围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持续要进行 全球的对标研究的 在你对标研究之后 结合本土情况 所以说它其实就是会存在的 国际和国内在评价 这个一个公司的时候 它的指标的不同 但是它导致的结果也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要大理地去推动 ESG指标的本土化 因为现在呢 事实上我们在建数据库的过程中 就会发现 我们目前公众公司 它在披露的时候 它其实没有说不披露 它有披露 只是它很碎片化 它也不系统 也不结构化 而表现不好的 或者说说对这个一点都不懂的 没有这个意思的 它就不披露 那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看到 其实所有做量化评估 全球的新的挑战 第一都是数据的缺失 到退回这个2017年 那个时候在这个全A股的 这个上市公司当中 可能披露的比例 我可能才仅仅是600多家 那么到现在来讲 它就增长到了1000出头 连绝对的数目 带它的占比是双提升的 但是呢 仍然远远不够 一拖数字化技术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 使本土化ESG理念的实现 成为了可能 更成为其发展的催化剂 为ESG投资 发掘了更多的可能性 信息技术 金融科技 与ESG投资的进一步结合发展 必将是未来趋势 我现在其实登陆的呢 是我们的智能量化评估系统 那我平时呢 会在这里 会构建一个模型 然后把我们的指标 进行一个管理 那通过我们这个模型构建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数据生产团 对生产的一些底层的数据 通过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计算 然后就生成我们最终 数据同想要的这样一个数据 它根据你要 最后生成什么样的产品 产品需求导向 它才会导回来 你对算法有什么需求 对于数据有什么样的选区 而这个当中呢 其实是高度的进行科技化浮能的 那我们在想就是说 假设我们用人工来处理 那我们集结60个人 那么我们一年 每一年可能工作 这个六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仅仅能对 300家上市公司 比方说对互生300 你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数据的选取 清洗评估 最后呢生成你的评估结果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科技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极大的突破 这个产能限制 这个当中其实 就是产能的突破 本身来讲 就会对我们的数据和算法 进行提升 2021年10月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34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发展数字经济 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 如何利用互联网新技术 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 全链条的改造 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 考验着政府 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共同智慧 就是全球的这个金融合作也好 还是产业合作也好 实际上技术端是 占有重要的一个背景 在网上有一篇公开的报道 在讲 它是中国最大的生产厂商 生产厂商 我们在18年跟它做了一件事情 就用无人机在天上飞 飞了之后的 然后拍下它千亩农田 那个菜田里面 每周 那个绿色的面积 绿油油的 因为那个菜是绿色的 然后用人工智能 做图像识别 最后你就会发现几千亩地 长势完全不一样 因为土壤的商情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自然你就会想到说 那这个工人 农民们 他们就会有针对性的 个性化施肥和灌溉 它一年好几季 我们在每一亩 每一季 把它的成本 节约了153块钱 那一年这一家企业 可以节约上千万 那这个里面你可以想象 我们用了什么 我们只是用了一个无人机 在天上飞 看到了数据 人工智能分析一下 最后再跟历史数据学习一下 机器学习 然后找到模型 找到模型之后 最后给它一个 在实际生产过程当中 个性化施肥灌溉和杀虫的 一个方案 指导 然后这样它去执行下去 最后就拿到这个效果 那么问题就在于说 作为资本公司 你怎么就知道 这一家公司 能够把那个生产做好 而另外一家公司就做不好 这个时候你就要来判断 要有技术的鉴别力 只是说用我那个技术公司 作为一个打底 锻炼我们鉴别的能力和眼光 以及说我这个资本 投了某一家企业之后 然后我的技术公司 可以跟它一起联手 做产品 做那个解决方案 更好的去服务客户 在那个时候 我自己的技术公司 可以成为一个加速器 是加速背头企业的成长 所以两者之间不冲突不矛盾 数字化催生的新理念 新模式和新格局 在全球解放着生产力 甚至重构着生产关系 与此同时 科技向善 用科技赋能传统产业 更好的造福社会的理念 也成为了当今时代 大众的共同期待 我们感觉其实碳中和 碳达峰双碳政策 提出是用政策来倒逼 能源科技的进步 也就是说我们2030年达峰 还有2090年的中和 不是最终极的目标 只是一个过程 只是一个通过点 最终极的目标是 希望用政策拉动 能源科技的不断地 持续地进步 这个才是最终极的目标 我觉得这是 当一个社会整体的经济水平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大家的认知 苍领时而知礼节 大家的认知 也会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 会自然发生那件事 他们向往美好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 不仅仅等于银行的账户 更等于你所处的 这个立体社会 整个多维度的获得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这些体制要是 那些工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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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工程需要您的支持 那些工程是 那些工程就能做出账户 这种工程是非常趣的 这个工程是 用这个工程 是 用这个工程 来并存在 和 工程是 我們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的溫水溫 我們有一個普通的溫水溫 我們有海洋活動,我們有海洋活動 我們有車延,我們有車延 所以我們是一個普通的溫水溫 但是溫水溫有一個大部分 我們的活動 它開始20年代 今天我們有50% 比较少于50%的我们的活动 和年轻的转发 是与风能量与风能量 与风能量与风能量 与风能量与风能量 我们也很多的购物 杰斯伯邦德所在的埃斯比约港 是欧洲著名的风电母港 位于丹麦白德兰半岛西海岸 为海上风电项目的安装和运行维护 提供专业化设施和运输场地 1973年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 丹麦开始了能源转型之路 由于地热 太阳能资源都不丰富 丹麦政府决心将北海 和波罗的海海岸线 作为风力的主要来源 发展替代能源 光是北海区域内 丹麦海域的风电潜能 预计可达40几瓦 而目前丹麦海上风电的 装机规模仅2.1几瓦 2011年2月 丹麦政府明确提出 到2050年完全摆脱 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2019年12月 丹麦议会通过了 全球首个气候法案 明确减排目标 两年12月 丹麦政府计划 丹麦政府从中方向 较 很 committed to the green transition as well. When the government set the target that we should reduce our CO2 emissions by 70% in 2030, they also established 14 so-called climate partnerships, where they invited industry players from all the different sectors in the Danish economy to bring concrete recommendations and to both say how they as an industry would take initiatives that could help the country achieve its overall target. Power2X can help with the decarbonization. And of course, the decarbonization, or let's say the reduce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an help us to limit global warming. Power2X 指的是電力多元化轉換, 就是用可再生能源電力生產低碳氣體或液體燃料, 供給無法直接使用綠色電力的部門, 例如航空、重型運輸等。 2020年5月,丹麥政府提出首個氣候行動計劃, 明確電力多元化轉換就是發展綠色技術的重點之一。 We were looking at hydrogen. Hydrogen is the smallest molecule in the world, and we could actually produce that and we can store it. And we can also convert it to ammonia and methanol, and then you can use it much easier as the fuel you can transport. We have the electrolyzer that can produce hydrogen and we can store it in the buffer tank. It will be moved to the compressor station where we will compress it to 300 bar. And we are bringing it to a dispenser, where we are filling up the trucks with hydrogen. With this station, we can fill trucks up to 1,000 kg, and 1,000 kg, we can drive in a standard car, 100,000 km. 2021年初,丹麥政府宣布將建造兩個人工能源島。 一方面,人工能源島可以充當相互連接的海上風能的樞紐, 將電力透過電網分配到附近國家或島嶼。 另一方面,島上可以推行電力多元化轉換的綠色解決方案, 雙管齊下促進清潔電力的消納。 南麥政府立足於資源優勢,以政策駐推企業實踐創新技術方案, 從而加速國家綠色轉型目標的實現。 而在推進技術研發和產業化方面, 政府其實還能扮演更多元化的角色。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由香港特區政府成立。 科研工作以應用為導向,和眾多企業開展緊密合作, 已將超過800項技術轉移至業界, 令大眾能夠享受到科技創新帶來的便利。 高能效直流電配電系統, 是香港應科院與山東泰安一家電力公司的共同研發項目。 李天和博士,作為應科院的項目負責人, 正與企業進行視頻連線會議。 我們基本上每個機器拉載是拉一天下來, 然後去看它的溫度這樣子的。 今天的話咱主要是討論這個, 就是咱那個開關的這個測試報告。 與李博士視頻連線的這家電力企業, 期待借助香港應科院強大的研發實力, 早日攻克直流電技術難關。 現在直流這個技術就越來越熱點, 我們也是順應這個潮流, 在想在直流方面搞一些突破。 咱們香港跟香港應驗院合作的這個產品, 是屬於低壓的, 相當於是咱平常互用低壓也是220伏380伏, 就跟10千伏500千伏完全不是在一個範圍內。 香港應科院有技術, 企業有目標和產能, 項目成功似乎毫無懸念。 然而, 新興科技開發難度高, 資金需求量大, 單靠企業和科研機構自身的資金, 往往無法填補資金缺口。 融資難一直困擾著科創企業的發展。 目前呢, 它因為是咱試制的階段, 就是一樣級試制的階段。 往往來講, 像一些這個需要重新開模, 需要可能做一些新的板卡的這種, 開一些新的板卡模具的設計, 成本相對來說高一些。 就是單個的成本, 目前的話是降不下來的。 為解決科創企業的融資難問題, 香港特區政府採用 實施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 企業支援計劃, 作為投資人, 向中小企業和科研單位, 提供融資資源、分擔風險。 《新的科技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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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首先扮演一個投資人, 類似於市場的一個投資人類上的一個角色。 政府支柱的平台項目, 通常由香港政府《新的科技署》來支柱, 大約是接近七成的資金來自於香港政府。 《新的科技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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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約三成的資金來自於業界的企業。 直流電技術安全高效, 可以超過數千公里有效的傳輸電力, 能夠使分散的風能和太陽能連結在一起, 將成為促進可再生能源普及的 關鍵技術之一。 我們需要去做一些宣傳、推廣、普及這些方面的工作。 再一個就是像直流電源這些設備, 因為量比較小, 有些器件採購這些限制, 可能成本質比較高一些。 所以在這方面在膽氣內可能也限制它的推廣。 針對落地難問題, 香港特區政府在2019年設立了智慧政府創新實驗室。 歡迎科創企業提交改善公共服務的創新方案或產品, 以供研究採納, 並為企業提供產品試用、檢測等服務。 以政府採購這支看得見的手, 推動解決行業難題。 政府還扮演另外一個角色, 就是試用者和研修者的一個角色。 就是在這個項目裡邊, 集電工程署他們在他們總部大樓裡邊, 提供了這樣的演示的辦公的場地, 讓我們把智慧樓宇這個系統在這邊進行安張, 進行測試,就可以讓公眾也可以讓企業的業界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技術。 它確實不僅能夠開發出來, 也能夠真正地來使用。 在過去幾年,香港在長新科技方面, 因為市場比較小,它發展到一定程度, 就沒有辦法了。 我們現在也非常高興地看到, 因為國家的大灣區的政策, 香港也是大灣區的一部分, 大灣區有一個非常大的市場, 讓這些長新的科技能夠接觸更多的果實。 香港特區政府抓住大灣區建設的機遇, 發揮主導作用, 充分利用內地齊全的產業鏈和廣闊的市場, 尤其是大灣區已經發育成熟的城市群和產業集群, 將有助於加速香港科創企業和科研成果的產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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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鴉後項 。 。 香港拥有卓越的科研实力 这里拥有多所世界顶尖的大学 培养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高坤 等顶尖科研人才 香港有汇聚全球人才的国际化环境 以及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但是香港始终未能将得天独厚的科创 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实现成为国际研发制度的愿景 2021年10月 香港特首发布的施政报告明确表示 香港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科创 如何抓住大湾区建设的历史机遇 打造出完整的科技产业链 创造出应有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民生效益 使香港目前面临的挑战 本期的城市指引 就让我们走进香港来看一看 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2020年 经济自由度指数排行榜中 香港以总分89.1分位列全球第二 其中在财政健康 营商自由 贸易自由 和金融自由方面得到全球最高评分 香港还是世界级学府第二密集的城市 根据2020年KOS全球大学排名 香港由五间大学跻身全球前100位 其中香港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及香港中文大学更名列前50位 优秀学府培育的科创人才 是香港科创产业的坚实基础 香港有它本身的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優勢 香港有世界排名比较靠前的 很多的一些大学 也有文化上面是东西荒的文化 在香港这里面交汇 便于吸引海内外不仅是华人 包括欧美的西方人士 甚至包括印度和俄罗斯的一些很好的人才 来到香港加入到这个科创大军里面来 香港还拥有健全的法律制度 能为知识产权提供完善的法律保护 是中国首要的知识产权贸易中心 在2017年8月 广东省与香港签署 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协议 一共提出28项合作项目 包括深化知识产权跨境保护 推进两地交流研讨等 香港将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多便捷的 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服务 协助内地高新技术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香港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有一个国际上一个品牌 我们有一些专利的保障 对制度的一些了解 对国外的一些法律系统的理解 对国内的系统也理解 在这个食品更要的一些认证 我们在香港可以对FDA的认证挺有经验 对国内的CFDA的认证挺有经验 香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法律体系 这个制度已经建立 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香港也是亚洲一个非常重要的 知识产权交易这样的一个中心 因为这样的一些优势 那就可以把世界的很多知识产权 透过香港带到内地 带到大湾区 同时也可以把内地的很多知识产权 透过香港的交易 能够向海外进行推广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还可利用自身金融优势 帮助科创企业融通资金链 不少科创企业在2018年 港交所宣布修改上市规则后 在港上市 香港的私募基金等 也都为企业融资 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选择机会 自2015年成立创新及科技局后 香港特区政府不仅制定 及推动科创政策 更以投放超过1000亿港元 推动科创发展 包括注资330亿元鼓励研发 又拨出100亿元 成立两个创新香港研发平台 足见政府发展科创的决心 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 国家科技部给了我们的一个 国家研发工程中心的 特别是在芯片方面的一个使命 所以一直在过去的10年 我们在芯片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特别是在第三代半导体 就是一些对电力电子 无线通讯 还有就是光学方面的一些工作 我们做得比较好 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战略 也为香港的科创发展 带来难能可贵的机遇 国家科技部及特区政府 创新及科技局 于2018年9月签署合作安排 推动两地科技交流合作 双方于2019年4月推出了 内地与香港联合资助计划 鼓励香港与内地不同省份 进行科研合作项目 香港的大学和科研机构 可申请中央及内地省市的科技资金 并在香港使用 我们看到内地的资金 已经可以从内地过河到香港来了 包括印科院 包括香港有多间的大学 我们已经透过国家科技部 的一些合作项目 开展了 就是有科技部的相关资金 已经够活来到了香港 我们印科院的 得到香港创新科技署 支持的相关的一些基金 我们在项目开发的过程中 实际上本身的这些资金 是可以过河到深圳去的 那我们不仅是可以过河到深圳去 包括内地更远的地方 包括海外 这个方面已经没有障碍了 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公布 提出要完善广深港 广州澳科技创新走廊 和深港合套 粤澳横琴科技创新极点 两廊两点架构体系 粤港澳大湾区 要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 还要打造成一居一夜一游的 优质生活圈 粤港澳大湾区也明确 要建成智慧城市群 加速经济要素在区域间流动 河套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安排 也是我们香港的政府 跟深圳的政府 跟国家一个很完美的安排 就是把一个地方 其实对香港来讲很近 对深圳的人才来讲也是很近 希望通过这个在边界一个点 可以再把香港又是 跟深圳的又是 集中在一个点 去把我们的共同的一些 协同效应发挥出来 2008年秋天 正值全球金融危机之际 美国的一家信息科技企业 向奥巴马政府提出了 智慧星球这一概念 建议在全国投资建设 新一代智能型信息基础设施 来应对金融危机 并推动下一波经济增长 随后诞生了美国 第一座智慧城市迪比克 迪比克全市的公共资源和服务 都转向了数字化 并通过网络加以连接 同时住户和商户 都安装了数控水电计量器 政府可以了解 整个城市的资源使用情况 自此智慧城市 这一崭新的概念逐渐形成 其目的是为了探讨 如何优化城市功能 来推动人才经济的发展 和提升市民生活素质 根据这家美国企业的报告 智慧城市可以理解为 充分利用新科技 及其带来的启发 让城市的系统 运作和服务 得到改造和提升 相对传统城市 更智能的城市 2021年10月 香港特级政府公布了 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 打造北部都会区 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推进深港优势货补 并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 维多利亚港都会区 来形成互补的关系 建设完整的创新生态园 坐实香港的科创产业额 让科创真正成为 推动香港未来经济增长的引擎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高度发达的金融服务业 完善的法律法规 和顶尖的科研机构 都是香港发展科创产业的 天然优势 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 利用好大湾区城市群 和产业集群形成的 价值链与产业链优势 才能提升创新科技 这一具有长远竞争力的行业 从而走出一条 适合香港的发展之路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龙行天下 下到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从碳核算到碳足迹 量化的碳数据 如何让减碳更自觉 因为资源碳数据 它是真正激励了 负碳牌的经济行为 它可以去资本市场去要钱 按效益付费 如何凝聚社会资本 以创新方式解决社会问题 是商界或者慈善基金 先出钱的 政府看到它的效益好之后 就会给回这些钱 那个出资的机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